请问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说句话有点残酷 你的腿可能恢复得到 从前一样吗 要是您还没考虑清楚的话呀 要不我们 我没问题 南小琪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买东西啊 但是没买到 我帮你 不用 搞快点 搞那么快干什么 又不着急偷胎 你这儿怎么回事啊 耽误别人时间还有力了 不 你别说话了 没事吧 怎么 我刚才谢谢你啊 刚才谢谢你啊 你说这些 兄弟之间嘛 互相帮助很正常 对了 你来这儿干吗 刚才那是一家游戏公司 他们推出了一款 叫做十九层的游戏 我跟你说 效果超逼人 你特别震撼 特别刺激 你平时玩不玩游戏啊 这 这种玩游戏的乐趣 你可能体会不到的 总之呢 我通过了他们的资格测试 今天他们请我过来 签一个体验协议 那你签了 我找他们打听 游戏中逗逗的消息 我跟他们说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 我就不签 猜 猜完告诉你了 没有 那你就没签 不 我签了 为什么 我是觉得吧 他们没告诉我 他是谁呢 很可能是因为 他已经退出游戏了 他不玩了 但是我又隐隐觉得 他一定会继续这个游戏的 他是那么特别的一个女排子 那么勇敢 那么强大 他还在游戏里救了我的命啊 所以呢 我还挺期待 能在游戏里再次遇见他 虽然机会很渺茫 但是 我也不要放弃 怎么这么傻 你 你 你好 我是咱们学校的待科老师 我叫高萱 高老师 您是要借书是吗 不是 是这样啊 昨天我有一个学生 正好来这儿上网 课本撂这儿 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帮忙 查一下咱们监控 看看是不是其他同学 给拿走了 好的 那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应该是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好 稍微停一下 辛苦了 稍微往前一点 好 好 就这儿 咪咪啊 我也没想到事情 会变得这么严重 她要被处分了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学长 视频是你发的 不 不是我 第一个帖子 是昨晚八点零一分 在校园网发出来的 网站地址也很好查 就在学校图书馆第三阅览室 然后我看了清空 那个时候 第三阅览室里 只有你一个人 你知道你知道那时候什么样吗 那游戏里 她当时她穿的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衣服啊 反正就很好看就对了 没有 没有 你们学校男生宿舍在哪儿 就前面下去直走就是了 晓芹 你先回吧 我 兄弟 我找你真的是太难了 我的天 不是 大哥 你这怎么都找到学校来了 怪吓人哪 我也是没办法 那个兄弟 江湖休息你得帮我一次了 又帮你什么 借点钱给我 不多 就两万 我 我 我没办法了 我得帮阿勇把医药备去上 不是不是 强哥 不是我不帮你 我一个穷学生 我哪儿来的两万块钱给你啊 也对啊 那要不然你回去跟你爸说说 要他把钱还上 我好歹也要提神拿呀 你想都别想 我爸就是个财奴 不然你带我去你家一趟 找找存折 你说话呀你 想跟 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自己去 你 淳于 这好巧 我找你帮个忙 齐哥 你讲不讲理吗 还大学生呢 强哥 强哥 强哥他可能有点心情不太好 你帮帮我 不 你帮帮阿勇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阿勇怎么了 阿勇他进重症监护室了 所以你没给他转院 我想给他转 但他那主治医生换人了 说之前那个进修结束了 一下来不及 结果他今天早上还病重了 他主治医师是不是姓贾 贾医生 你应该也见过吧 是我发的 但我只是把事实发出来了而已 他没有管那只猫 他离开了 就像他忽视我一样 让一个需要他帮助 依赖他的弱者 独自等死 秦游 其实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 是很难的 很多时候就算是你亲眼所见 也不一定是珍 你什么意思 跟我去个地方 去了你就知道了 你好啊 你好 我是快递送东西的 然后想问一下 你们小区有个 叫贾先生的具体门牌号 您知道吗 你得自己打上问啊 我 我打了啊 他不接啊 这个我们不转的 再说了 我们小区这么大 谁扔哪个贾先生啊 哦 你看啊 我这边送东西要超时了 超时该扣我钱了 哎呦 这有他的名字 贾浩然 贾浩然 哦 贾医生啊 你说 对对对 他呀今天早上搬走了 搬走了 搬哪儿去了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问问发货人吧 大魔王虐猫 真实诗笔 这只就是大魔王虐猫事件里面的那只小猫 她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救治 并且回复情况两好 你好店长 我想问您一下 您认识这个女孩吗 我记得她 蓝天她特别着急地抱着指指小猫处进来 小猫是她在公路上捡到的 我们对小猫进行了救助 她也处理医药费 这么看来 她真的是被冤枉的 网上的事情真真假假 不过我听这个录视频人的声音 有些耳熟 好像高悬高学长 哎 像不像像不像 不像 不像 嗯 原来不是她撞的啊 所以你真的是被冤枉的 这可不是吗 这人证物证都在这儿了 你眼瞎啊 哎 我就说问一下怎么了嘛 我就想知道受害者真实内心的想法 你干吗老针对我呀 亲爱的别这么说 我可真不是针对你 你 你还不针对我 不管我说什么 做什么 你都要吐槽我 你心里受得多鄙视我啊 这次说对了 我确实呢 是鄙视你 但我真不是针对你 喂 那又行 你过分了吧 这种卫生 记得做啊 凭什么呀 我又没直播啊 见一下 好 呢 走走吧 好 好 所以你是说贾医生突然消失了 宝安说他今天早上搬家了 医院说他离职了 突然就没他的消息了 那还真是挺奇怪的 咱们一查 他就失踪了 这本身就说没问题 所以我说我们的检查报告 肯定他动过手脚 或许我们身体里真的有芯片 要不然没法解释 能够凭空进入游戏的世界 对 对了 我一直还都想问你呢 你觉得我们一起玩游戏的人 有没有可疑的呀 清幽跟八万单纯 强哥看起来挺凶的 但其实 无脑 而且黑二和阿勇出事的时候 他的样子不像是装的 嗯 林叔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有点胆巧 但是对其他人都挺真诚的 他也可以排除 逗逗嘛 虽然他不愿意 跟我们透露他的身份 但他也没对我们做什么 出格的事情 你分析了所有人 除了我 所以你还怀疑我吗 所以你还怀疑我吗 谢谢你 我 我知道的 我 我知道的 那个澄清视频 是你做的 嗨 澄清视频 没什么 小事一桩 好 同学 快熄灯了 要谈点爱明天再来 不是 我们那个 走吧 走吧 不好意思啊 我的心了 你拍到最后很電池 都是你 很听 compris 好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我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的 我吃了 你吃做